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蒸馏水不是纯净水 蒸馏水就是纯净 反正就用这个技术让它纯净 但是你知道纯净水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造成你矿物质缺乏 矿泉水一般是来源于深层地下水 它的优点是什么 有一些矿物元素 但是它的缺点是容易你矿物质过多 吃多了也不行 那这个矿物质水 很多人把它当成矿泉水 其实矿物质水是把干净的水里 加入矿物质的微量元素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水 你知道现在北京的有的家庭 真见过讲究的 它这个不一样 就是说待会再说这个 我先说另一个事故 就是1月5号下午 邯郸大面积这个 抢水 停水 也引起了抢水 都抢了一空 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什么张河上游 叫这有一条河叫卓张河 上游在山西那边 山西那边发生污染了 就是1231本安泄漏 山西的一些什么化工企业 说泄漏了38.7吨 排屋口附近有个什么废弃的水库 说水库截流了30吨 最后有8.7吨 本安进了卓张河 这下吓坏了 当然最后邯郸出这个安民告示 说咱这水暂时没事 暂时没事那上哪去了 对我就想说那8吨多哪去了 他不能飞了吧 他还是说水流下去了 还没流到我们这 对对 还没到 我们给他分到别的地儿去了 这事就引起了这种 人们对这种事情的 就是说危机恐慌 中国的这个水 你说真安全吗 我觉得难讲的 不是他肯定不安全 因为你比如北京的水 北京历史上的水就不安全 为什么北京水特别硬 北京哪水 北京过去拿那个水壶烧水 那里头那壶碱 石都还硬 你看那东西 你都喝肚子里去了 最后为什么就结石的人很多 你像我前日的那个 慎结石 疼死你 它就是因为水质 那结石也是那个微量的这种元素 最后沉寂下来的 你喝自来水吗 我不喝 我好久不喝了 因为那自来水我看见过 特恶心 特脏 你只要装一个过滤器 你就知道那有多的 没错 最近北京不是哪个部门 还是哪个方面有个说法 说我北京自来水的水质 是全国最好的 结果呢 就有各种 他们叫现在叫吐槽 是吧 有人说我就住那个朝阳区 那个什么什么地儿 你拿水龙头拿纱布 在那过滤 过滤几天 全是渣子 说你能说 这儿水质 这是你看得见的 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看不见的 你知道那个过滤 我安过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那过滤器啊 挺老贵的 安上一样 使不了半年就使不了了 水流越来越小 最后都不出水 是 它被溺死了 沙子不可怕 你打开哗啦哗啦 沙子就冲下去了 它是一种粘壮的东西 说不上来 它就出不来水了 你只能把那东西扔了 那这个要小心 就很多国家政府 或者很多城市政府 常常宣称 我们的水很干净 保证有安全 但他讲的那个 所谓的水很干净的 那个水 是出水口 源头处的水 从源头处那个自来水 到你家中间那个过程里面 它经过无数管道 所以有时候那个水有问题 到你家水流 开出来那个水有问题 真的不一定是源头水问题 可能是管道问题 这管道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管道锈石了 还有就是管道漏洞了 剩了 有外面东西能进去了 污染能进去了 那这都是一方面 但是中国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环境污染很厉害 这环境污染 这个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它不可能不进水的 对你知道他们说 这里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北京现在的水 本身就越来越少 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说这个水质的问题 本身过去咱们有句话叫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现在你都不知道 养出来的是什么种 你比如说我已经知道 有的家庭 常年喝矿泉水 一桶一桶的 就不喝本地自来水里 流出来的水 那这个矿泉水 你看这说明取自哪 什么千岛湖 地下多么深层的 你看 那么它算是江南的水土 养着他们家人 还有他们说 最近北京的水质 有个可疑的地方是什么 水源越来越复杂了 你从河北 山西都从这儿掉水 好多个不同水源 就汇聚到北京的自来水系统里 这个也是水质 产生变化 对 你想想历史上 历史上皇上都没水喝 他都去到玉泉山拉去 拉那泉水去 他有专人拉 皇上喝那水 他这边 北京市这个地方 打出来的水 没有好水 都是苦的 你知道王府省 有个叫大填水井胡同 就那地打出那水 叫甜的 什么叫甜的呢 就是跟那苦的比 它是甜的 过去北京的水就特别恶劣 就是解放前了 那么解放后呢 他做的这种自来水厂 我们现在自来水 就指着一拧龙头就出来 那就是人家就欢呼雀跃 就跟那个过去那水比起来 这水就已经好 都不行了 但是我们小时候这水 绝对是今天 我觉得我是不敢再喝了 就是烧起来的时候 你只要是把水烧开了 那个透明的杯子 你看是那个污浊 我也见过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喝着水长大的 对对对 对对 那你现在 大家都很注重身体健康了 你现在这水 我们能看见的 我觉得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这种 刚才说那泄露的 那什么东西 本案 那本案 它咱也看不见 它什么样的 它融在里头 那这最可怕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 红罐粮卡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2012年11月 焚酒集团 提前三年 实现百亿目标 焚酒 跨越百亿新增长 焚酒 中国酒魂 一种力量 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独舞你 成就你 同独舞 共发展 中国高山银行 在中国生活 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这不愉快 不是不愉快 很重要 很重要 你在中国 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首先你能保住你的财富 再者 你有的人能保住他的性命 怎么了 你比如说 这俩夫妻俩 现在报道出来 挺神的 北京一对 饮用 不是 研究饮用水 水质的夫妻 二十年不喝自来水 赵飞鸿夫妇 你看他们的身份 老公 是国家发改委 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 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的 老婆 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 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这俩夫妻 不喝自来水 喝什么水 说我们可能是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 没人像我们这么讲究 他就大概喝各种纯净水 什么之类的水 就是反正他就说 你可不能喝自来水 我们上周测了 这夫妻俩每个礼拜都测 自来水当中 硝酸盐的指标 已经达到每升九点多毫克了 但是呢 这个指标国家规定的极限是每升十毫克 对吧 五六年前北京自来水这个指标 北京自来水一升啊 还只有一到二毫克 这个碳酸盐 现在已经九点几 就接近国家的这个最高标准 警戒线 但是这只不过是诸多标准当中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然后你看他说 他曾经三年前 这个赵飞鸿啊 这个曾经帮这个自来水公司抽这个地下水啊 发现原本从300米深的地方抽出来的水 水质已经远不如以前了 然后从1999年到2009年这十年吧 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就深度吧 从12米下降到24米 城市中心地区已经下降到了30米 就是等于他这个北京地下水位在下降 下降没水了 而且干净的水越来越少 但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水的供应啊 本来应该是 大家觉得是大自然的赐予 是最没有代价的东西吧 对不对 水嘛 不可能有人说谁拥有水 谁没有资格拥有水 没这回事 但现在呢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 很多国家 很多城市的人 都不信任自来水 他们不是说纽约自来水能喝吗 是 日本人能喝 日本都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去欧洲你看一看 欧洲人多习惯 你看法国人 在家都是一瓶一瓶瓶装水 那么喝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不再信任一个公共财产 都觉得公共自来水是有问题 事实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公共自来水是好的不行 你就算光讲味道 法国人喜欢说瓶装水味道好 但试过有人做盲试啊 就折眼睛 不让 不折瓶子 不让你说的那水 结果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试水 就胜过什么Avion啊 Perry啊 把他们都打败的那个水 就是纽约自来水 味道最好 那些实家 纽约买水家 但你看啊 纽约水 对 但是水它不只味道 其实也够干净 但是问题是今天呢 我觉得有时候啊 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 是有很多水公司 他们去宣传自来水不能喝 这种理论 去让大家去买水 然后这些水公司呢 也垄断了很多水资源 去卖水 水本来是一种 你想想看 你怎么能卖水 就那个水是大气循环的一部分 从这出来了 然后你就拿这个来赚钱了 那所以现在瓶装水 是个很大的道德问题 但我不是说 我们要 我要鼓吹 大家相信中国的水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将来 也可以卖罐装空气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因为这种事情 你马上看到 就是一个公共问题 我们大家喝的水有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 私了 私了就是 有办法的人自己买水嘛 就像是夫妇了 但是你们想过 很多人不能私了啊 很多人他很穷啊 他不能够自己买水 那那些人怎么办 你讲的好 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 不能私了 它是个公事公了的东西 绝对的 当然要向纽约看齐 那是对的 它是在水面前人人平等吧 对啊 现在很难 你对这个市政建设 你的管子都是什么管子 我们那个破管子 都是大部分都是那杜心管 你都不定绣成什么样了 所以这个叫 如果你 我觉得中国如果今天要改善这个问题 不是花钱搞什么地面上看得见的大楼 盖个什么堂皇的政府大楼什么 搞地下是管道嘛 搞这水管嘛 这个都是看不到 但是是天天接触的 你不能够就说 全市的市民 全国的国民 有钱人自己能够靠自己的本事喝到好水 然后没钱的人就就给你来这个 现在是啊 他们就算嘛 已经现在已经很多家庭啊 他自己就全喝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 但是他们说比如说有的是一个月 这得多少钱 已经水和水上都分出贫富差别了 对对对 水很贵的 水很贵 现在有的平方水比油贵 当然 而且他们越来越贵 一个月炒菜再吃几斤 只一会就喝了 而且水会越来越贵 因为全球人口一直增长 然后全球的水资源在下降 因为现在淡水量在减少嘛 地球 那所以很多人就预言 我们的下一代205650年或者是60年之后 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 到时候的水就像今天的石油那个概念 就出水多的国家就能够富有 他卖水出去铺水管道 然后大家说不定会为了水打仗 其实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动手 就我认识一个商人 就是他那天跟我聊天说起来 我说他投什么字呢 他说水 他是出国买这个大壶 买完以后他说那壶都很深 也不是他跟我说数据我记不住 就大概是100多米200米以下的那个水 就是常年不流动 非常的干净 说说那个就是提出来就是卖钱嘛 那么主要的投资就是铺设专用铁路 因为那水你不能拿汽车去运 那不值的 然后呢机器很简单 100多米一个泵就给抽上来 就主要就是投这个钱 说那个水将来都是非常 但这个东西呢 是我一直觉得很有问题 现在很有争议的 就你从经济学上讲 说你能卖的东西 那当然是属于你的 但是像我不概念 那水怎么叫属于你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水是这样啊 我们全社会的系统 包括纽约 包括日本 它的水的系统是共用的 就是说你冲厕所和你喝 是怎么一个水 对不对 我们在整个城市建设中 没有两套水系 比如有一套水系是喝的 一套水系是用的 北京有这叫中水 对 那中水 它是 对中水 我马桶水是分开的 对 但是很少 它不是一个整个的系统 你在国外都是一样的吗 它最早都是这样 这样会造成很巨大的 海边的城市就好点 像香港啊 或者东京 你靠海的城市 它一般洗厕所的水呢 就是海水 那是 那水是 是海水吗 对 你下回到香港 你要是 有这股心思 你尝一口 这个马桶水 它是咸的 咸的 它会对很多东西腐蚀吗 会 所以要常修 对 所以它这个早期 这个城市建设中 没考虑到这个 就水的这个 这个安全是逐步提高的 你包括美国 日本这样发达国家 它也是逐步提高的 也不是升下来 它就那个水 就那么干净 它只不过把这个事呢 就是公共这个事 它做的特别的 这个用心 我们现在是不用心 你老说 我出水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到我们家 接那水 是肯定有问题的 那就是像你说的 中间这个责任找不到的 这水啊 对人啊 你看啊 人和这个天地啊 真的有一种同构关系 就是说 水在人体的比例 是70% 占70% 水在地球占的比例 地球的水体 也占70% 它是一个同构关系 所以你说 你喝的水 绝对跟你身体 息息相关 你70%都是水 你想 它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当然 包括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喝酒 其实酒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水 你可以葡萄酒 所以那个水质 会影响那个味道 多大多大 做菜煮饭 还有一个数据很重要吗 一个人只要保证 你的水的供应 没有任何外来的摄入物 你能多活 二三十天 但是如果把水掐了 给你有食物 那你也是死 没错 如果食物里在不含水 你能吃吗 你根本吃不下去 水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早上起来 要多喝水 你知道吗 一天至少就2000毫升 对 你们是这样做吗 我是要我喝水 我蹲蹲蹲就喝北京的自来水 哈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舒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舒芝仙 静蓝天际 也知洞西眼前 优雅有度 也能全面超越 智享品味的中高级作家 东风标志508 一本不破旧的教材 一间不乐风雨的教室 为了这些孩子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很多 加入我们 大家 一起来 地球上有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新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昆蓝湖海口多季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你看我查到了 这个最会喝水的家庭 夫妻俩都是专家 他们怎么着呢 他们平常喝的是昆仑山 漆茶用的是海南岛的火山岩 长白山的全阳泉 做饭用的是北京的矿泉水 常年的水质研究 让他们养成自来水不碰嘴唇的习惯 就没碰过水 刷牙呢 对 最会喝水的家庭之所以能称罪 原因有两条 就是一个是在自然水质量信息不对称的年代 他们这个家庭比别人早二三十年 知道北京自来水的质量 每周他们都检查 所以人家就说呀 就说这个2009年住建部 对全国城市饮用水水质进行普查 至今没公布结果 中国很多事都这样 2011年住建部也曾经进行抽样调查 并且发布了数据 这次发布了说 我国自来水出厂 水质达标率为多少呢 83% 但是至于哪些城市是属于那17%呢 则没有了下文 而且你说 他说的是出厂的水 对 不是到哪家的水 对 然后而且我在想 就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水的问题 将来会引起战争 这完全不稀奇 越来越复杂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企业 他们是很欢迎全球暖化的 就全球暖化 大家都觉得有问题 但有些很欢迎 其实就是一个能源公司嘛 比如说你全球暖化之后 就意味着北极的冰 更少了 更开了 于是开了 人类一直梦想的时候 北方航道 用石油 阿拉斯加石油 挪威石油 北海就更容易了 第二是什么呢 就水公司 就现在他们是大批的去跟阿拉斯加 跟美国 加拿大 挪威这种国家合作 到时候我们这些地方像北京缺水 北京多容易干了 历史上就缺水 对啊 然后呢 挪威这些国家 加拿大这些国家 就卖水给你来发财了 哎 要不说为什么有些人说想逃离中国呢 他很多人呢 有这个保命 洁癖 这个人有钱了 你不知道他多怕死 你知道吗 我见到过的有钱人多 我就是觉得真怕死 那个爱惜自己 爱惜成什么样 就没法觉得中国不能生活 他到这程度 那一定要去加拿大 在中国的时候都不喝的水 真的都不是自来水了 所以你看到这又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 所谓环境正义的问题 就今天中国为什么污染环境 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呢 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吗 对不对 环境污染里面 其实有人是得好处的 你想想看 因为有些工厂 有些地方 他透过开某种产业 然后他在这里面牟利 那那个污染的成本呢 大家承担 对不对 污染的代价 大家承担 但是到了最后 这个污染的代价 到了他头上 他又不必承担了 你懂我意思 我们形象的讲一个很粗糙的比喻 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一个人 他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家什么化工厂 他也住这儿 然后把整个村子给污染透了 水都不能喝了 赚整条村赚钱的 只有他 但只有他有能力 还跑出去喝你的日本水啊 什么纽约水 你们继续留在这村子里头喝这个 给我赚了钱污染过的水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环境正义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发展 我们说发展是有代价的 没错 我们老说这句话 是有代价 但这个代价的分配 公不公平呢 平不平均呢 谁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获利了 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要负担这个成本 中国不还说吗 你这里可以按照美国呀 中国就说了 你们美国造成的这个环境 那让我们承担吗 当然 你说美国 他们谁去了不说好啊 说美国食物有好吃有难吃啊 但是这个食材 就说让人之放心 价格之便宜 哎呀 那简直是乐土 是吧 可是又有人讲 说要维持美国人这种生活水平 那是建立在全世界给他们 四个地球 四个地球都不够 当然啊 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办 印度兄弟怎么办 印度兄弟也整天强健的 是吧 这怎么办呢 你就以后别把印度兄弟跟前进化等号 行吧 但你想想看 美国的那种 你见过美国那种灌溉方式 没有太可怕了吧 就是自动撒水机那种 然后撒的一望无际的这个草莓啊 那种水果田啊 一望无际的在那边撒 其实他很多水都是大量的浪费掉的 很多人家门口 美国人不是喜欢住那种平房 然后两层楼也独门别院 然后房子前面都有个草坪嘛 每天下午就啪啪啪 就自动撒水 你就见过 我现在就发现这个 就是这种现代社会 80后90后 这个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孩子 因为在美国在英国的 我真亲眼见到 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啊 离开酒店的时候 这个鞋 框极就扔垃圾桶了 我说你这鞋不是刚买的吗 这个就是我临时买的 我需要跑步 我买一双这几天的跑步 不要了就扔了 你说现在 很可怕 这有钱还多 就是这种 不是它是一种理念 美国人实际上就这种理念 只不过它这个是个极端的表现而已 美国人就是很多东西乱扔 当年发生过这个 尼克松 尼克松访美的时候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 美国是使团的一个